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讲实信 先讲立信 所以佛门中长的信 绝对不是现在一般凡夫所体会的那个信 我相信有个上帝 我相信有个阿拉 我相信有个阿弥陀佛 那个神明他有力量来救我 因为我相信他 所以希望他能够拔记我 这么样的委屈的那个信 这个信中 这样的委屈的信中 只会败坏你心中的信德 这种信中没有作用的 这种信中是委屈下 这种信中是障碍下 它不是正法之中所说的正信 那个信是明白下 所以叫做立言 言怎么写 连一个点 那个点就在道家上 道家来讲就是那一点 一点就是什么 万法现前处 那个点在中国字念什么 那不叫点 那叫主 主人的主 他就是主 从此一开始主 一切是主一切法 那一点 那为什么那个主是在一点上 这就是道家讲的 一点就成太极 万法一正在你心体当下 一点就因缘当下就那一点 那一点成太极 成两一 两一成四 三才四项 然后闲传万法 那一点中在哪里 就在三中啊 三是哪里 体相用三 天地人三 然后从此以后 就在这个做主 天地人三 体相用三以后 他能够初宣 开宣一切 就那个口啊 所以你没有那一点 你做不了主 你不能叫立言 你根本就是一天到晚 寄望于别人 那不叫立言 你看不到你的体相 用的种种的作为 思维功德 你不叫立言 你看不到世间讲的 天地人 所有切三才的现前 天是大照 地是运养 人就是念念之间的行持 你看不到你心中 真的有如是三下 不叫立言 你一开口出去的都是什么 都是荒诞之气啊 都是混乱众生道义的 那不叫立言 那讲到最后阿弥陀 就是基督耶稣了 才要九教合一了 才会说 世间其实就只有一尊神明 荒诞至极 谁在跟你塞神啊 神明 你讲这句话就知道 别难你还在找神呢 还在到处找神 那不是修行 那根本不是决体 所以那真的叫立信 从这个信中 你才能明白什么 念念发觉自心嘛 叫做秦习嘛 才有比丘相啊 才有沙门相啊 发觉自心就是什么 愿嘛 愿就是原心嘛 然后起承大志 起承大照 叫做信愿行三嘛 起承中这种行为啊 这个行为就在你心中 能够找到的 假如你真正讲到现在法杖 你真正在体会的 原来心中真的有如是念 有如是心中 你虽然现在还叫凡夫 我们虽然现在还叫薄地凡夫 但已然在你潜在意识里面 已经有信愿型的种子 意象 你还不叫力量作用 已经有意识那个象了 有意象 这个人将来在这个种子上 毕竟成就无上功德 他是圣善种子 那是意识法杖前身 那就是你法杖前身 有意识法杖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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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意识法杖前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